住户还有什么压力 大家好 我小家已经难搞人家 目前的话 一人一车浪迹天涯 昨天晚上在爱老山山上 下那个大雨啊 把我湿透了弄的 然后下坡到镇上坐了一下 休息到还可以 现在十点了 我的天 早点晚上睡了九个小时 睡到九点了 刚才说一下东西下来 今天的话打算继续出发吧 但今天还有雨 有小雨吧 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天色 应该过两个小时就开始下了 那个是工厂 一个工业旅游证 所以的话 这个地方规模特别大 出发出发 嗯 今天的任务很轻啊 打算走这个山山国道吧 从这里出发 然后到这个新坪 移竹 带竹字线 嗯 这个地方的海拔 只有500米啊 难怪 这地方很软和 嗯 这边酒店挺多的 一个旅游小镇啊 因为背靠的是 艾劳山 后面那一片应该就是艾劳山的一部分山了 你看嘛 一些大酒店啥的 工人休息的屏子 很有民族风险 这个房屋的建筑 建筑风格也不像是中式风格 这个地方的天气变化莫测啊 真的 一会晴 一会大雨 诶 这边的种植什么 哇 芭蕉嘛 这么大龟婆 还带着这个棚子种植 哇 小边也挺精美的 这应该是安置的一个村吧 哎呦 挺新的 哇 天气好了 蓝天白云了 你看嘛 那边就是甘蔗 甘蔗园 然后这里现栽 现卖 那边那个树啊 那个颜色分明啊 还带有渐变了 那边的树木五圆六色的 都就是一点逆光照不出来呀 这缝角像壁纸一样 这个角度就没那么逆光了 你看嘛 这个树啊 真的是充满了生机啊 现在要进入山谷都到了 这上面还有几个棚子吧 好像是废弃的 看这个树吧 嗯 然后这地方有 有个盘旋的一条路吧 盘旋上去 挺壮观的 这边该上坡了 我前方磨皮隧道200多米不长 上面是高速 刚出隧道吧 这下面有一座水库啊 应该是小水库或小水塘吧 看这一周圈的风景嘛 劝金驾车不要忙 免得郊西守空房 哎呀 这个有意思 还有8公里就到前面新平县城 又开始有点飘雨了 赶紧赶紧到吧 哇 这路边种了不少油菜花 给这个冬天增添了一些斑斓的色彩 新平县总医院 这县城外围在大面积施工啊 不知道搞什么项目 这是金县城的路吧 三二三国道 然后我看到这个地方有栋飞机房 应该是拆迁的 咱们过去看一下吧 这地方太吵了 住这里肯定是不行的 今天这个天色 我的天呐 之前是万里无云了 现在是云朵万里啊 完全相反 就在这个板子后面嘛 有个这个拆迁房看一下 你看吧 这是人家搬迁的吧 拆的乱七八糟的 这个属于微房了 哇 这个天呐 你看这个房间呢 拆成这个样子 哦 有年代感的 这边闪落一地 看看这个全景天长 看一下外面的风景 这边是好像是没有开发的一片土地吧 我估计以后的话这一片可能开发又来种东西了 前面不远处就是县城了 也要浇雨了 这边有个主题公园 这边是县城的外围吧 先从郊区啊 马上进县城了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情况吧 看一下这公园西湖 这个地方是 儿童水上乐园吧 这环境挺好的 哇 这隔楼弄得好漂亮 玉拔西湖 比西紫 淡庄龙抹总相宜 哎 可以可以 还真的有点西湖的感觉 小西湖 那边就县城了 很近 这边是一个休闲的好地方 也没什么人过来散步 这个塔弄的还挺漂亮的 这上面还说了以前特殊情况时期 2020年2月 特殊情况初期 看到这里面 哎 没什么人呢 哇 公车 哎 没什么人呢 这隔楼确实弄得挺漂亮的 有那种宫廷剧的取景点的感觉 这个公园的规模还蛮大的 应该是那个旅游项目 这 湖里面还 是吧 有几个那个莲花的雕塑 那个应该是做酒店还是什么 规模蛮大的 这个墙上面还有好多浮雕 挺精美的 真的 这地方花了不少实力 还有个信号塔 确实是 挺用心的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县城的海拔应该是1000多 过来的时候后面爬了一个大坡 今天的话可能就早点到这个县城休息了 不敢往前面走今天还有雨啊 往前面走也是遭老罪了 这条要进县城的路是新平大道 这路好宽啊 应该也是个旅游县城吧 进县城了 这个县城的规划还可以 那看吧那边是我进镇的从那边镇子过来的 酒店好多 哦这个酒店可以啊 那还自带这个室内停车场的 这一下就可以 有的酒店都没有停车场的 哎呦这边还销售老头乐的老头乐都能上路 说明这边管它还是比较松啊 正圆宾馆哎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有那个停车场 哎呀可以可以 这苹果手机昨天被引进之后后面 我很久好好充电了 可以充电然后后面又不能充电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 后面买了一根数据线了 二十五啊有点小贵啊 这个苹果数据线真的不是原装的 用一段时间就坏掉了 原装的也能坏 那不是什么情况 那数据线特别容易坏 然后刚才买了这一根嘛 给它插上去了 二十五有点贵啊 但是还靠能充电啊 这个苹果手机太较贵 这个苹果手机的数据线 我又不是什么情况 真的每次都这样 用一段时间 就用不了了充不了电了 有什么原因 可能是那个手机有识别功能吧 那识别到了那个 原装的也能用用坏 我也是服务了 安卓的数据线用几年都不坏 然后 是吧 还莫名其妙充不了 用的最短的可能一个月 长的话可能也就三四个月就用不了了 这个地方的话缓滑一点 但感觉这边有点吵 这边冰杆都倒闭了嘛 这边应该是现成的中坤地段 那边有个那个酒店贵通吧 那个是三星级酒店 一百多一点了 地图上说这家酒店是三星级的 像这种档次的话我也做过 一般一百来块 这边还有卖彩票的 汉堡 外卖小哥 这个县城里面路还挺宽的 你看吧那边有旅馆三十五标间 但那个的话哎呀睡不好容易 约约红香肠 可以这边挺繁华的 我在想要不要继续出发 我在酒店要不要继续出发 到下一个县城只有七十五公里 这个太阳出来了 但是天气报说下午四五三四点吧 又开始下雨 真不敢走 跟昨天一样晴了一下又下雨 明年的话应该会停雨 今天的话有可能在这里休息 不然的话只能去前面了 这边还有一段山路吧 玉西挺近的 明年不到玉西啊 直接到这个 昆明市的地宁区吧 大众消费心急享受正元宾馆 还以为是网元宾馆 还错了 这个还可以吧 问一下价格吧 哇 这边可以啊 这宾馆条件看来不错 便宜啊 两种价位68还是90多的 跟墙上价格一样 我车子就放这个楼梯脚吧 也可以 这家宾馆的规模蛮大的 那边是装修理工人吧 可以啊 这规模挺大的 这还有个院子可以停车 非常方便 这边的话 有二楼跟四楼的 我我选择四楼的上去看一下房间吧 啊 这边爬楼梯好累啊 对面是电机大楼 那条大一点的是 新平大道 那宽一点的 这边县城嘛 然后这边对面还一条路 那边河对面 这地方安静一点吧 没有到县城那个中心地段里面住 太吵了 然后我住的位置的话在这里面 真的 这个宾馆蛮大的 然后住在那个前面那个 这都快到顶了 倒数第三个房间了 这边 四四零六四四零六 哎 我看 看一下房间了 哎呀 不会啊 这么大 我 可以啊 空调 哦 这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么好 电视大屏的这 这头一次看这么大电视 还送两瓶小水 这这这这这这这太好了吧 厕所 我可以啊 可以 我这个条件真的是 没得说呀 太太给力的 真的房间还挺大的 空调也有 空调还是 待机的状态 真的是太奥利给的吧 然后看一下外面的风景吧 这个视野也还好 还好 可以看到线屏的 可以可以看到县城的主街 最关键的是这个价位 才68 你想想这么好的条件 68 普隆当人间 这还只是普隆他人间 是吧 96的那个是 豪华标签吗 应该是96的那边那不得起飞啊 那我68的就行 旁边那两家酒店100多 所以的话没选择那边 这个的话地图上面也不要价格 我以为这个也要100左右 原来这个这么便宜 哎 这么便宜的住宿我感觉都没有 没录影的必要啊 说的是 骑摩托还是挺危险的 啊 这边摔车 拔的摔断了 我的天 出来吃个饭吧 有点饿了 我这边有饭店 这路边 这种小饭店就可以了 从这里来个香肠吧 也好久没吃 米线的这边主要是米线 炒了个香肠 天天吃米线也不行 这里是香肠 一个青菜汤 米饭 这个看得到 整一点 可以 兄弟们 开饭了 主要是香肠 确实挺香的 这个地方的海拔1400多 快1500 不是1300 然后震上过来 爬了900 明天就能到那个电磁盆 这边要除了那个玄威才会好 务营一点 这段时间在这边是真暖和了 一点都不能 我看了一下贵州那边 碧桀吧 还是几天就下雪了 我不知不知道我能不能赶到还有500多公里 有遇到最好的如果贵州那边能看到下雪的话我想多担时间欣赏一下 基于那个毕竟的威名吧 那边海拔比较高 会下雪 至于那边还有500多公里 云南这边的话很难下雪 这门天这清早就大太阳 贵州那边阴天 这边的话车子车给比较高 现在还有个几天就能到贵州了 分数搭配 在这边 饭吃完了 香肠吃完了 汤都喝完了 干干净净 可以可以 相当满足 在那边吃了一个香肠的一碗 青菜 那觉得怎么样消费多少 还是有点高的 不知道你们猜得出来刚才那个消费了多少 消费的话比我想象的高一点 那个 香肠吧是油渣的有点腻 但特别香的那玩意 吃起来非常正宗啊 真的香 然后喝的一点青菜汤分数搭配真的非常的舒服 刚才那个消费的话看一下多少 消费50块钱加米饭一起一面一面拆掉的怎么样消费怎么样 那个香肠肯定是比较贵啊 那个可能30多吧 有那个制作成那个制作成本也高吗 我现在来要往前面走了前面海拔占2000多吧 我前面的话有个人看他下雪这边太软和了 哎到前面的话就冷了 今天又是奥立给的一天 今天又是奥立给的一天 谢谢大家